现在我来做个面包 用面包机做 明天的早餐 用面包机做还是比较方便 你看我这个黄油 我是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放在袋子里 吃的时候用一块就可以 这样会比较方便 要不那个黄油一大块 你吃的时候再去切 满手都是 这样的话就吃的时候拿一块就行 这里面还剩一块 我这次就用这一块就行 这个面包机做面包超方便 我一般做面包 我都是用这个小秤 然后把这个面包桶放上来 然后再来放食材 按照它这个面包机上面的这个说明书啊 它这个上面有食材的这个分量是多少啊 就按照它这个做就行了 每次都是能成功的 只要配方按照这个配方来做一个吐司就可以了 我今天做一个750克的 然后它牛奶的话是120毫升 这个牛奶的话夏天啊天气热啊 最好是用这个冰的牛奶呀 这样子做出来会比较好 然后黄油 黄油就是刚才我拿的这一块黄油如果你要想香一点这个面包啊 你不怕胖的话就多放一点 我这是30克 我这一块肯定不吃30克 40多克了 没关系我喜欢吃黄油 你香 然后再把它去皮清理了 现在是放盐两克 鸡蛋一个 白砂糖35克 白砂糖我就30克就好了 因为我要放葡萄干我不想太甜 然后又把它清淋去皮 现在开始放这个面粉 面粉的话是290克 放这个高筋面粉或者是面包粉 然后搓个洞洞放酵母粉 酵母粉的话放3克 现在贴贴肉我觉得2克就差不多够了 然后把它加 这样就可以了 食材全部放进来了 把这个面包筒放到面包机里面 然后我要加点葡萄干 把它这个小盒子取出来 加点葡萄干进来 把这个葡萄干放到这个小盒子里面 把它装到这个面包机上面 一就是面包 然后二也是面包家 我今天我就选这个二吧 二三个小时 就是它这个发酵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我一般喜欢选二 然后它那个皮也会焦一点 启动 可以了 不用管它 三个小时以后 这个面包就自动做好了 非常方便 做一个大吐司的话 早上早餐的话 像我们一家三口的话 一般是可以吃两天 是够两天的 这个面包机还是蛮好用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用这一款 这一款的话也是很多粉丝都买了 他们也觉得非常好用 就大家就是在面粉 还有这个酵母粉 一定要用对 用对了的话 它做起来就很成功的 这会儿风好大呀 你看外面 你看 姐姐抱着卷卷在这个窗边 看台风 卷卷也觉得好奇怪 外面的树为什么拼命在摇 是吧 姐姐 姐姐这是台风 知道了吧 姐姐超乖 超可爱 很机灵的 其实我们姐姐长得不丑的 很漂亮的 是不是 只是毛的颜色不怎么好看 眨得很 眼睛 鼻子都很好看 小脸长得可漂亮 是吧 宝贝 你看姐姐又抱着馒头来看了 姐姐说 馒头最喜欢看风了 下面的树摇 她一点都不怕 今天外面刮台风了 是吧 还鼻子在闻呢 我站在窗边 我都有点怕 小可爱 小可爱 财财也来了 来 姐姐也抱抱 抱抱看台风 哎呀 哎呀 财财好重啊 小胖胖 小财 你看看外面 外面干什么了 是不刮大风了啊 宝贝 馒头吃醋 馒头生气的 馒头你这心胸那么狭窄啊 每一个都抱着看一看吧 你看 财财财看的 这儿八经那个在看 财财 财 财 过来看看你的小脸 看哪个最漂亮 这三个啊 三个都漂亮 是不是啊 馒头和财财都帅 两个都帅 角角最漂亮 是不是啊 女生最漂亮 馒头你就这一会就吃醋了啊 好了好了 三个会吃醋的 好了好了 不许吵架啊 馒头 馒头最会吵架了 这两个最会打架了 睡醒了是不是啊 一个下午啊 被疯的声音吵醒了 是不是啊 宝贝们 给面包做好了 哇好香啊 满房子都是那个 烤面包的味道 凉一下 太香了 哇 凉一下好香啊 实在太香了 放的牛油多啊 特别香 香喷喷的 凉一下再切啊 你看 超棒 我最喜欢吃葡萄干的这个吐司啊 甜甜的葡萄干甜 然后再加上那个吐司的香味啊 特别好吃 这样的话又够两天的早餐了 我们三个人 我最近也是忙的很 也没有时间用那个烤箱来做吐司 我就是面包机做方便 快捷嘛 然后不用管太多 把配料啊这些扔进去啊 它就可以做好了哦 超棒 非常的软 打卷哦 放的牛油多特别香 而且自己做的这个吐司啊 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剂 非常健康又好吃 忍不住要吃一块 因为现在是热的新鲜的 这个皮其实很香的 也不硬的 有的人说 怕面包机做出来的皮很硬 这个不会的 你看 也是很软的 非常好吃 好香啊 你看中间也是很拉松 非常热 大家有喜欢这个面包机的话 可以进我橱窗里面有链接啊 跟客服爆红茶姐是有粉刺团构架的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